澳門是一個旅遊城市 每年房澳旅客超過三千萬 每日出入境旅客數以十萬計 加上最近港珠澳大橋開通 政府有什麼對策應付日益龐大的入境旅客數字? 港珠澳大橋正正分流兩個碼頭 包括外港碼頭和燉仔碼頭的人樓 現在我們也看到兩個碼頭兩成的人樓 基本上都在我們這邊做了分流的作用 除此意外 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正就清貿口岸發展做商討 計劃配置出入境各五十條通道 希望分流關閘口岸人樓 而面對現時 假期大量出入境人數 政府又如何應對? 星期六日或者節假日的時間 下午四點至八點 我們希望旅遊巴可以到港珠澳大橋 又或者是路坦城蓮巴口岸那邊 那些出境的旅客可以在那邊做分流 黃劍雄又介紹了港珠澳大橋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 有合作自助查驗通道 新式人工通道 單櫃台的合作人工通道組成 最主要就是設備基本上是連在一起 但系統是相對獨立的 各有各管理的 所有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隊 已經可以一次過 完成兩地的一個出境 一個入境的手續 當局未來會研究將自助人行通道 和車道擴展到不同人群 例如應用到不同地區旅客上面 而關閘口岸、港珠澳大橋口岸、連發口岸 都在試行自助車道 三個口岸都已配置相關設施 當完成測試便可正式投入使用了